张先生拍了照片 当时地上 床上 家具上 密密麻麻都是这种浑身棕褐色 长着翅膀的虫子 还有段视频 虫子从房间一个木柜的破口爬出来 看得人有点不太舒服 张先生说 现在房间里的虫子大部分都被清理掉了 木柜的破口也被他用胶布封了起来 之前就发现零星的两三只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会去怀疑 我以为就是平常有可能 是不是因为我们窗户没关牢什么的 从外面飞进来的东西 影响特别大 首先我老婆怀着孕 那这个事情我不确定 对我老婆就是身体上面 或说胎儿这边 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实际性的伤害 张先生这套房子在一楼两室一厅 是去年11月底从自如族的租期一年 每月租金4600多 张先生说 发现白以后 他第一时间联系了自如的客服 但对方的处理方式 他表示很不满意 张先生说 那天夫妻俩都吓得不轻 当晚没赶住 去住了酒店 费用也是他自己承担的 我昨天到你房子里就跟你说 要不我们先派人把这个处理一下 然后把那个东西 我是没有听到这句话 不行的话就全部给你拆 你拆 拆是要拆 拆是要拆 但是你们也没有派人 那哪怕我们是 不是我不让 哪怕是我 我现在是不住这里 那你后期这个房子 你们不处理了吗 记者联系了自如公关部 对方回复说 知道消息的第一时间 他们安排人员上门 但客户以家里孕妇在等的理由 拒绝了马上进行消杀处理 针对客户的诉求 目前他们正在沟通 另外 自如针对房屋虫害 有一套完善的消杀 以及后续防治措施 由于此次发现的是白蚁 根据杭州市政府 白蚁防治的要求 他们已经把情况 上报给当地白蚁防治所 1818红金眼记得报道 是否应该认为 对方上来 又准复 vent 对方上来